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民政党308大选 在槟城溃败之后 一直都放眼 要在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誓言要在起家地 槟城重新站起来 那这次六周选举 民政党更把槟城 列为周旋的前选周 势必要破弹 要有零的突破 那今天提名之后呢 民政党证实会在槟城 一共上阵19期 是六周选举当中 最多的周数 党主席刘华财 更空降到马来选民 占了65%的 八六拜周一席上阵 对了来自西蒙 诚信党的原任议员阿兹鲁 这一次民政党 他们信心十足 喊话会有零的突破 那到底那份底气 又来自哪里呢 刘华财接受 八点四日报的访问时 是以有信心来回应民政党 这一次在六周选的胜算 不过呢 他就一直回避回答说 在槟城竞选的19席当中 有信心可以赢下多少席 的这一道提问 他只回答说 那根据他们的内部民调 国盟的马来支持率不断上升 而华裔和印裔也有表达了 会支持国盟的意愿 因此民政党这次 才会这么有信心 对于获得国盟中央 诊许到八六拜上阵周一席 但是却引起了 伊斯兰党一些领袖和当地基层 非常不满 怒哄刘华财 是怕了行动党 才会逃到马来区 那刘华财表示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每个政党都会面对这样的事 尤其是当支部 区部提成的人选 没有获得中央接纳 没有获得委派上阵 自然就会有人心生不满了 刘华财说 他会寻求国盟内部的管道 去沟通解决 伊党领袖不满的问题 同时他也强调 马来人占了六成的八六拜周一席 在他看来 并不是什么马来区 反而他认为 是符合马来西亚种族人口比例的 混合选区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最终决定上阵 以马来选民占60%的 槟城八六拜周一席 不过作为堂堂民政党老大 他却被蒙党 伊党 宾州选举委员会成员指控 是因为怕了行动党 才跑去跟他们抢马来区上阵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表示 他不想公开回应 会透过内部管道解决这件事 其实我不需要反驳 任何成年党领袖的攻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不重要 我觉得有攻击的话 是因为国盟里面 在沟通的层面方面可能较弱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加强 我们不会对外公布说 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跟压抑 如果是讲说我们担心行动党的话 觉得是不确实的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怕过行动党 我们在槟城里面 我们扮演反对党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也是监督着 现在行动党的宾州政党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目共的 我们也不需要为了一些政党的领袖的看法 而做出反驳跟警示 对于一党和土团党近期与前首相马哈迪牵手合作 还频频发表含有种族敏感的言论 会不会冲击到民政党 成为该党的致命伤 刘华才在此重申 一党和土团党的言论并不代表国盟的立场 选民应该以国盟的立场为整 一党跟马哈迪或者是土团党跟马哈迪他们合作看法 这是他们的土团党跟一党的立场 那个不是国盟的立场 我也觉得没有冲突的 因为土团党是捍卫马来人的权益 一党是捍卫回教徒的权益 民政党是捍卫全民的权益 就是说民政党也有捍卫马来人的权益 也是有捍卫穆斯林的权益 我们也捍卫其他的种族 华人印裔跟母族的权益 这些都是民政党的一个理念 一党 土团党和民政党都是国盟成员党 但又可以各说各话 那怎样才是国盟的立场呢 就是说人民要分得很清楚 哪一个是国盟的立场 哪一个是土团党的立场跟一党的立场 容易分清楚了 现在要告诉你 现在六个州选的竞选宣言 国盟的竞选宣言就是国盟的立场 这个就是很清楚 这个就是三大政党里面 土团党 一党跟民政党 所做出来的竞选宣言 在国盟的竞选六个州 那个就是国盟的立场 所以这个我觉得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解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清楚 对于一党执政后的州属 相继落实禁赌 禁酒等政策 让不少非穆斯林选民都担心 如果国盟再成功执政其他州属 会不会也落实同样政策 刘华才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重申 这些都是政敌的肮脏手段 他自己去过吉兰丹和登加楼 当地非穆斯林还是猪肉照吃 酒照喝 民政党的党选 我也过去了丁家努去季兰丹州代表的时候 我的领袖可以跟地方的华谊 喝酒喝到凌晨两三点 人家去巴萨的时候 人家卖猪肉是把整条猪放下来卖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基隆坡 在槟城卖猪肉的还是要在一个角落去卖 许多非穆斯林特别是华人对一党和土团党 一些领袖的种族性极端言论感到非常不舒服 刘华财作为民政党老大又常常出来捍卫盟党和为他们洗白 他是否有面对过民众的公开批评和责备呢 刘华财承认确实有在公众场合被骂 但他认为是选民不理解才产生误会 这一次周选他们会用事实来应对政敌攻击 肯定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发生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确保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把这个事实传达给人民 当然我不能把宾州的人民全部带到去季兰丹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欧南亚最大的税果是在季兰丹州 不是在宾城 不是在其他的州属 而是你们讲的那个极端分子的州属 所以这些事实要让人民知道 所以那些有去过季兰丹或者去过丁加农的人 他们就了解没有去过就不知道就不明白 变成行动党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 针对一些评论指出民政党如金楚在国盟阵营里头 比当年马华民政在国阵的情况更加尴尬的说法 刘华才表示 以往在国阵里头就是一言堂 很多决定只有老大哥巫统说了赞 其他盟党只能够跟着行事 但是在国盟里头情况是相反的 刘华才表示 国盟最高理事的会议 三党领袖的意见都有表达的机会 大家在会议讨论出一个共识之后 就会共同执行 就像盟党的一些敏感言论 民政党也会在会议当中表达 还有举例说 像是一党副主席伊德利斯阿默 在公布国盟候选人民带的演讲时 就有提到说 马来西亚是个不同种族 宗教和文化所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 所以各族都需要获得照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